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敏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一些加沙戰爭的事情 因為現在已經影響到大眾非常之多 包括以色列現在好像是有點失控 他宣布大規模攻擊漢尤尼斯人 這是加沙南部的地方 他之前說只要加沙北部的人走去南部 就不會攻擊南部 加沙北部的人已經走去南部 跟著人都不知道可以走去哪裡的時候 以色列說大規模攻擊加沙南部 這個漢尼尤斯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失控的戰爭 而英美呢 英美奧他們竟然間是幫忙搞制裁 這些動作公道嗎 你不是應該是幫忙令到這個戰士 看看怎樣可以中斷了他嗎 同一時間 英美也是再次聯手 第二次一起去空襲也門 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也是有一個反擊 不過美國就否認 美國就否認他被人反擊 打中了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們待會都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以色列的軍隊 在大概我們香港昨天的時間宣佈 他說以色列的軍隊 將會是大規模地去攻擊漢尤尼斯 有一些所謂的人質的家屬要闖入國會 希望可以是尋求一個協助 以色列的軍隊 進入了加沙南部的地方 叫做漢尤尼斯 這個動作其實也是有些問題 因為以色列他們之前是說 他們是不斷地打加沙的北部 叫那些人向南移 這樣 沒事了 向南移就沒事了 我不會打你了 而現在加沙那邊 那些人全部塞在南邊 以色列就宣佈說 要打南邊的漢尤尼斯 以色列就說 因為21號的時候 那裡有哈馬斯的成員 有攻擊 所以在22號的時候 最少都要反擊一下 殺了50個哈馬斯的成員 之後 以色列軍隊包圍著一個 漢尤尼斯的難民營 然後就開始掃射 然後就說他們會向哈馬斯的軍事地方 基地去推進 並且宣佈在漢尼斯的軍事行動 將會持續 直到哈馬斯在當地被滅絕為止 我要殺光他們為止 而漢尤尼斯今次的事情裡 以色列軍隊就說 有三個以色列軍隊 三人死亡 根據一些報道指出 以色列認為 加薩南部漢尤尼斯 是哈馬斯的主要據點 所以他們在日前衝進了 漢尤尼斯的一間醫院 然後就把那間醫院打爆 然後再包圍另一間醫院 阿馬爾醫院 就認為那個是巴勒斯坦 雄辛月會的總部 然後又打爆了 但是 但是 基本上那裡的人 完全是否認 即是根本不是他們的人 等等在這裡救人 這樣而已 而在漢尤尼斯最大的 納塞爾醫院裡面 就擠滿了傷者 有部份人是要 也不是部份人 很多人是要躺在地下 走都走不到 搞到地下都 深切治療部裡面 一張床 是放了十個傷者 即是一張床 是這樣打橫的 是不是 打橫的 一個人這樣睡 這樣睡的 那些人是要這樣打直睡 真是慘 那死者呢 在醫院怎麼辦呢 即是如果死了 救不到的話 在後面花園 就地挖個洞 全埋了它算數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那些人不敢去墓地 擔心會被轟炸 但是 加沙 這是南部來的 不是北部來的 又說只是炸北部 不炸南部 現在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的戰士 巴爾的戰爭 巴爾的衝突 以色列已經是失控到 沒有辦法再控制得到 真是 所以就有一些 所謂叫做人質 即是以色列人 然後被人捉了那些人質 被加州那邊捉了那些人質 現在就要衝進去 質疑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行動 是不是致人質於不顧等等 等等 即是得不到任何幫助的 最後 好了 英美澳這些大國 他們有沒有做些什麼 去阻止這一場戰事呢 哼 是沒有的 並且他們是助就違約 他們也曾宣佈 對巴勒斯坦組織 哈馬斯展開第五輪的制裁 包括相關的金融服務商 持有人和他們的同伙 特別是為伊朗 轉移資金給哈馬斯 以及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組織 P.I.J.的金融服務商 全部都比英美澳三國 是實施一個制裁的 美國的財政部就宣佈 連那些叫做 他們那邊的貨幣兌換商 都列入制裁之中 就說他們 2017年就是 利用總部位於加勒斯和土耳其的公司 協助伊朗去轉錢給哈馬斯 2017年的事情 現在是2024年 都拿來搞 是 沒錯 唉 接著就說 盡量要斷絕他們的資金鏈 說他們是洗黑錢 說他們是要發動戰爭 說他們這樣那樣有很多不同的藉口 好 那加勒斯有很多的金融服務供應商 服務商都列入了這個制裁名單之中 說他們的錢 因為他們在加勒斯出來 所以就有問題 會是幫忙洗錢這樣 那些公司本身是加勒 即公司本身駐紮地在加勒 那些人也是加勒人 那些錢不在加勒斯出來 總之他不理 總之他就什麼都不理 制裁 這個是可以將 今次的戰爭 緩和的手段嗎 不是 他這個動作是助紂違約 是完全助紂違約的手段 這些是所謂世界警察的手段 我覺得他們是世界海盜 他們是世界道賊 而不是世界警察 他們是有排道賊的意思 接著還有沒有做什麼呢 就是緩和這些戰爭 沒有 他們嘗試令到的局勢更加不穩定 英美在昨日的新聞 昨日的時候 不是新聞 昨日的時候就說 英美再次聯手 空襲也門 說炸他們地下先進的武器附和 美國的媒體就說 英美再次聯手 用聯軍的方式 再對也門的叛軍 叫做青年運動 即是胡賽武組織 發動了空襲 亦都是 今個月的第二次 亦都是美國第八次 去做空襲胡賽武的動作 美國的白宮就說 他們的總統拜登和英國的首相 辛偉成通過電話 討論包括鴻海安全一系列的議題 其實鴻海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是安全 為什麼鴻海對於英美是不安全 因為英美他們發動戰爭 所以別人不是要搞什麼事 如果要搞事發動戰爭 他不是盜賊 他盜賊所有東西都攻擊 他沒有搶過任何東西 他沒有搶過任何東西 他只是說 要增加英美他們這些 叫做科船 叫做運輸的成本 他不是說要打死他們 不是說要打殘他們 就是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那個地方他們說 鴻海不安全等等的東西 是因為你們英美 你們自己要為自己所做過的事情 去負擔一個後果 OK 但沒辦法 這些人是這樣的 有很多不同的藉口 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就說 美軍和英軍在澳洲 巴南、加拿大、荷蘭支援下 其他國家都有份 在當地的深夜示範 進入了也門 去了他們胡塞姆控制的八個區域 找到他們的目標 實施打擊 空襲針對於他們 對雙船攻擊的地方 其實 其實他只是攻擊你們的雙船 他不是所有雙船都攻擊的 你可以說回 針對英美雙船攻擊的地方 OK 他覺得目標是甚麼呢 是導彈系統 發射器 防空系統 雷達設施 還有是 深埋在地下的武器儲存 庫的設施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他們的目標 行動的目標就是削弱這個胡塞姆組織 他們的攻擊能力 令他們不能夠持續對紅海 萬德海峽和阿丁灣等等的英美 和國際的貨船 是發動一些攻擊的 沒有 其實他沒有對甚麼國際貨船 發動甚麼攻擊 起碼我們中國沒有 俄羅斯沒有 北韓的也不會有 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不會有甚麼特別的攻擊 只是針對英美的 不好意思 其實就是針對美國為主 所以其實 你不要說到這麼偉大 是你撩起根 別人借回你 你不要說是為了大家 這樣的東西 這樣 美軍發佈了一些行動影片 說今天多架的 艦載F-A-18超級大黃蜂戰鬥機 從航母的甲板起飛 然後空中預警機也出動 美國官員透露 今次空襲涉及到不同的戰機 包括美軍的F-A-18超級大黃蜂戰機 還有是英國皇家空軍戰機等等 另外還有軍艦和潛艇參與今次的戰爭 期間就發射了這個戰斧巡航導彈 英國國防保袖 英國的戰鬥機就用了一些 精確製導彈 是炸了他們也門首都薩娜的機場附近的多久目標 胡錶武組織 控制的通訊社也確認了 就說薩娜和塔伊茲、貝達等等的城市 都是受到一個攻擊的 美國的國防部官員也說 英美空襲了一個胡錶武組織地下的儲存庫 武器儲存庫 以及很多個不同組織的導彈 還有空中的監察能力的地方 即是雷達等等的東西 基本上全部都是藏光他們 藏光他們是否代表著胡錶武組織 又不能夠再造一些攻擊呢 那些官員就說 今次打擊了他們很多的武器 以及存放武器的地方 今次做到一個所謂良好的破壞 摧毀了他們的導彈 無人機和武器庫 令他們認為 這個胡錶武組織 是不能夠再對他們的商船 進行一些攻擊 消除了他們的攻擊能力 他們沒有再有更加多的能力去進行一些攻擊 然後天亮之後 有一門胡錶武組織就說 在亞丁灣 襲擊到 美國的 美軍用的貨輪 OK 胡錶武組織的軍事發言人 薩雷亞 在受襲擊之後的早上 發聲明說 他們向了一艘在亞丁灣航行的美軍 他們所用的貨輪 叫做海洋雀士號 發射了幾輪的導彈 並且擊中了那個貨船 美軍就說 不對的 不肅殺 但是明不明 這個薩雷亞在聲明裏面就說 胡錶武組織會繼續對紅海的航線 以及對以色列相關聯的船隻 進行一些攻擊 其實他的攻擊目標 都不是很多 都是圍繞著搞戰爭的攻擊目標 他們都是不想有戰爭 你將這個戰爭停了 他就不會攻擊 因為聲明都說 只要以色列停止 加沙的戰士 解除加沙的封鎖 那就不會再有這些攻擊了 即是別人想停戰 你停戰就可以了 但美國不是 美國他們依然是繼續打仗打下去 美軍否認 美軍說 他們的海洋雀士號沒事 沒有受到一個襲擊了 沒有事 他說那條船很安全 繼續航行 跟美軍一直聯絡 這隻海洋雀士號有沒有事 我們就不知道 但這隻是掛有美國國旗的重大 物件的運輸輪 他在2017年被美軍買起 承包了 為美軍運輸和裝寫大型軍用設施 自新一輪巴爾衝突發生以來 也門的胡彩武組織 也用了無人機、導彈 襲擊不同的紅海地區的 美國、英國、以色列等等的目標 主要是美國的多 主要是美國的多 英國沒什麼 其實也門胡彩武組織 發動的這些攻擊 他們也說明他們不會傷及人命 他們也不會打沉一條船 他們只是要告訴他們 這樣做的動作是不對的 打仗是不對的 但美國和英國就連續發動了不同的空襲 造成也門多人死亡 哪些是善良 哪些是好勇鬥狠 哪些是邪惡 我不能夠評論 我相信大家是心中有數的 人家根本說明 他不是以殺人為目標 然後那兩個國家就以殺人為目標 你認為這些是比較邪惡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交給大家去決定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幾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